美国才是债务陷阱的真正制造者 美国扩张性货币政策 缺乏监管的金融创新 恶意做空等行径 加剧了发展中国家债务负担 对有关国家落入债务陷阱 更是难辞其咎 中方始终欢迎一切 促进全球基础设施建设的倡议 我们认为各类相关倡议 不存在彼此取代的问题 但我们反对 打着基础设施建设旗号 推进地缘政治算计 抹黑 污蔑一带一路倡议的言行 中方乐见有意愿的国家 为促进南太岛国发展繁荣 多做实事 同时我想强调 任何针对南太地区的合作倡议 都应该顺应和平发展 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 尊重太平洋岛国的独立和主权 他们不应该拉帮接派 搞小圈子 更不应该针对第三方 或损害第三方利益 我们已经就此发布了有关的消息 如果你想了解更具体的情况 请你向我们主管的具体部门去询问 您的名字你会对我来承订 您的名字 您不是这个原因 同时您会给处理